又来到财经焦点的时间 我们等防疫措施逐步放宽下 零售业会否继续一步向好 今天请你今色的业界之一的李敏基小姐 不跟我们讲一下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早晨 当然我们刚刚看完零售销售数据 昨天香港这边也出了数据 连续两个月差个市场预期 三月份跌幅13.8% 当中珠宝中标等等跌幅3.6% 不过未来有些转机 事关商场管理学会早前都说 首阶段放宽防疫措施之后人流增加 加上消费券效应 估计生意比起最差的时期已经升50% 政府提早 星期四起已经放宽多项的措施 包括了给食肆 每台上限8个人户外活动 又不用戴口罩 重开泳池等等 有些零售业就说过去两个星期 已经有些报复式消费出现 未来还有母亲节 生意会不会更好 当然我们都很期望 未来母亲节都可以做一些生意 过去刚刚消费券出了之后 的而且确在四月的销售表现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但因为都是针对低位的反弹 因为昨天大家都看到 三月的零售数据都出了 零售的数据在三月真的挺弱的 因为三月都顾及到很多防疫的考虑 其实很多店铺可能是因为有确诊 或者是同事亲友等等的确诊 其实都有关闭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是抗疫先 所以三月的基数相当低 四月虽然大家说很报复式反弹 都弹得挺高的 但其实反弹完的那条数 都是跟我们第五波疫情之前的 销售数字其实是差不多的 如果真是说要对比在疫情之前的销售的情况 都去到六七成这样的水平 坦白说真的还没回复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但是因为刚刚过去的五一的労动节 是一个长周末 未来的母亲节也是一个长周末 而且又配合一些社交距离放宽的措施 其实我们有小小期望 也希望母亲节也可以做一些生意 近日顾客的查询都明显看到增加了 但如果过了母亲节后 因为那个消费券效应 应该慢慢都会换下来 我们到五六月 那个销售表现会如何呢 其实都真的需要观望 未必说一面都看好 还要看消费力是否慢慢来 还有昨天的数据中 中标珠宝会跌成三成六 是否表现相对差一点 我们在三月如果听到业界来说 大家都比较谈慎 好像关铺的比率都挺高 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些统计 在商会里面很多品牌 可能关键到四五成 就是怕疫情的影响 没错 我们自己品牌最差的那几天 关键到差不多七成 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做到生意 因为顾客不会出街 我们自己也不敢开店 所以预期之内是挺差的 就是备受疫情的影响 四月份就算改善也是谷底反弹 就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 而且销售已经跌了 那赚不赚到钱呢 因为疫情始终影响消费 总结三间上市的珠宝首饰商 根据它的业绩 都无利率有下跌的情况 以周大幅为例 在三间里面比较大 达到8.6个百分点 按年计 六幅来说 毛利率跌6.4个百分点 不过毛利率 算是三间企业之中的最高 达到26.8% 你们达到25.3% 都是按年要跌2.2个百分点 接下来的毛利率 是不是都是比较看淡一些呢 收窄的程度 会不会再高一些呢 当然我们都希望可以提升毛利率 不过其实在疫情出现的这个期间 其实很难避免我们都真的要提供不少的 一些优惠 誘因 去令到顾客愿意出来消费 因为我们都很明白的 大家都会有一个抗疫的考虑 其实市面上人流是少了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出其谋 优惠都未停过 所以其实过去这两三年 我们的毛利率的确是比较受压一点 接下来的程度是否更深一点 还是看起码有逐步的放肤措施 还是最终都是寄望通关 才可以有一个扭转的情况 未来我们在优惠活动等各方面的看法 其实就不少得了 一定要有的 不过我们发觉 消费者其实都着重多了些 有关的体验 折扣一定都要有 不可以那么贵 但是体验都很重要 我们就希望不需要再继续 再折扣下去 至于你说 在未来的趋势去看 通关 即通关 你说不期望 是暂时不敢期望的 其实我们很想 但是很理解 这个一定是很多各方因素的配合 可能才可以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所以现在这个moment来说 其实我们就 未敢期望太多 幸好我们自己本地的客底 客情都还可以 所以基本的一个营运 问题就不大 但是如果你说要有一个比较显著的 一个销售上面的反弹 可能都要再看看 疫情是否可以稳定 还有未来的通关 其实真的有没有忙 好啊 即是说今年可能经验都难些 无利率有机会继续收压的情况 但是寄望本地的消费的话 那些基本因素是否撑得住呢 就两大因素想请教 一个就是大家结婚 可能会多花钱去买金色那些类 需求其实因为疫情 大家都有受限制这方面 未来会不会好些呢 第二就是实金的需求又如何呢 因为现在部分人都会忠情买金去抗通胀 这两个需求的趋势 是不是在回升呢 我们其实近日看到 因为前一段时间 金价其实一直都反复上升 也有一些外围的因素去影响 其实的确是一个消费者 都挺热门讨论的话题 当然消费者都证明 当金价一下子升到很高的时候 他们就未必会入市 可能都会趁在一些调整的地方 调整位 他们就会买入一些实金 来抗通胀 如果你说好像我们的珠寶金色业 其实始终在首饰上面 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业务 首饰我们见到目前来说 是真的比较多消费者买来 自己带 自用的会比较多 那在分价方面的市场 其实就真的好看来近 社交距离限制的措施 那些宴会是否可以回来 因为很多新人 其实他们都不太确定 究竟那个婚宴 婚礼可以扮美 那我们见到就会影响了 他们去采购价装的计划 始终如果他们可以买到价装 那会比较大宗一些的金色交易 因为可能浪负客又会有几对 都会买到颈链 耳环等等其他 那这个都一定会带动到我们生意 那我们见到似乎是5月19日之后 有希望了 是的 即下阶段的放宽 是的 没错 那我们都期望 这个会是未来推动我们销售的另外一个动力 是 还是观望的因素为主 分价又比较难估一点 看看放宽之后 那个情况如何 既然还有另外一个板斧 就是说开完之外 你又要截楼 怎样省下成本都重要 尤其是租金方面 之前记得跟刘先生聊天的时候 你们管理层 都说都会继续跟业主谈谈减租 或者是在我们的同价 现在我们联系一下 现在我们的目标 但是我不会多加高 那么我说 所以现在我们络合 我觉得我们有点招募 就是要有点便宜 所以我们在我们所谓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去订阅 现在我们的目标 其實過去疫情都已經差不多大約三年了 幸好有些業主其實都很想談的 會在租金上面可以見到現在新上態底下 我們的消貨值其實是不比以前 所以其實在租金上面真的都不可以負擔到那個數字 但是個別業主仍然是難一點的 都看得比較樂觀 覺得疫情是短期因素 遲些疫情緩和之後就不會那麼差 所以其實在傾租方面 有時候都會遇到一些個案 是業主不肯減下來的 無可避免地的確 如果我們都談不到一個合理的租金的話 我們都會考慮設定 所以往後其實都應該會見到 我們有一兩間店舖 我們都決定是會離開的 但是同樣地其實我們都會增加一些 新開發的地區的一些店舖 因為其實現在在整個香港 都有一些新的基建在出現 新的商場 我們都有看一些有沒有適合的地方 其實也都會預期 今年其實都會有可能一兩間的店舖 是新開的 所以總體在店舖網絡上面 其實是調整的 都未必需要去減少那個店舖數量 至於員工 員工 幸好我們都算是挺謹慎地 在那個招屏那裏控制人手 所以過去現在都大陸地三年 我們就沒有再需要做些什麼措施 在這方面 更加就不需要考慮到裁員 反而是因為過去第五波疫情這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什麼做招屏 有些自然流失之後 現在都要補些許的人手 我們都有請 減薪就暫且未需要 好啊 保得住飯店 不用減民工 希望你們都平安度過這個疫情 謝謝你接受訪問 我們節目時間夠了 多謝收看 一節財經消息 安慧亞太區上市服務主管合夥人 蔡偉榮接受本台財經演藝專訪時候表示 年初以來中概股回流 本港上市數目減少 但相信未來情況會有所改善 有很多美國的那些科技股 他們本來都是準備來香港上市 現在就是有關 比如說數據安全 或者其他的問題下來 需要解決之後才可以上市 但是他的急行或是要退市的日子 要到2024年 所以中間這段時間 就有一個環衝的餘地 他們可以討論 決定這個怎麼去處理 最近也出了一些新的中國的法規 看起來應該有機會 可以互相的每人讓一步的 然後來滿足到有關的監管要求 人民幣中間價創一年半的新低 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最新報6.6332對1美元 比對上一個交易日跌660點指 是2020年11月5日以來低位 現貨人民幣方面 離岸價早段曾經失手6.73的水平 在岸價也曾經失手6.69的水平 都創了大約一年半的新低 另外人民銀行連續第16日 進行100億元人民幣易回購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易回購 單日沒有在市場收回或投放資金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今天節目時間了 挺好港股這下仍要跌500多點過外 看看現在最新的市況 目前來說跌552點落到20241點 五指內地股市方面普遍跌幅超過了1% 好了是時候找Mike出來談談後市了 Hello Mike 你好 是Laurene 你好 是呀 今天的市況一般 大家可能預料了 因為隔晚美股下急射發 同一時間債息美金上回 人民幣又脫了2020年尾的低位 我估計短期特別是內地股市來計 是不是也持續會有沽壓呢 始終擔心離外人民幣又再沽下來 兼且內地經濟放緩的因素 越來越明顯 Mike 你怎麼看上證指數的去向 短期來說我覺得應該都是差一點的 大家市場始終是關注美聯儲 雖然一月預期只是加半里 但是好像會加快收水 或者買債的部分會減慢的話 大家都會感受到壓力 甚至乎美元的指數創了高位 回到來今早人民幣也是低開的 看著上證指數或者行指 都很明顯看到大市都是弱勢 不過今天始終是星期五 其實那個氣氛又尷尬一些 因為大家都會預期周末 會不會因為內地的經濟 有一些叫做救市的措施出來 以往前兩個星期都是 凡是去到星期五 這些長假期的市貨的話 我相信下午回來 可能那個跌幅會收窄 就是因為市場也有一個憧憬 會不會是周末有一些 救市的措施出來大家搏搏搏 所以我會預期今天的跌幅 可能已經見了全日的低位 但是短期之內或者今個月的走勢 始終都是受制於美國加勢的部分 而令到我們那個股壓 或者是投資氣氛都比較差 好啊 即是說都A股似乎弱勢都會持續 看看再會有港股 我們香港這邊最新的情況又如何 看到騰訊跌幅超過3% 美團跌回4.2% 阿里巴巴回套4.8% 恆生州企業跌回2.26% 認賦基金跌5.6% 京東跌回半成個外 四環醫藥都要寫一乘一 至於中移動跌回6.5% 又幫保險跌1.6% 恆子、瑞銀、牛證跌回5.5% 繼續看其他籃籌股的表現 今日來計算主要是回落為主 回控有幫保險跌幅有2% 中移動跌回6.5% 港交所跌8.4% 煤氣回4% Miker 我們談談一些汽車相關的股份 內地來計算有寧德時代 昨日業績都是比較頑皮 不過這一下先跌後回升的格局 現在升到接近2% 他們提到疫情來講 對於公司的整體影響不大 今年產能可以滿足到整體的需求 但是其他汽車的股份 普遍都要回落 還有內地的鋁電池股也是 怎麼看接下來那個 汽車相關股的形勢呢 我相信那個投資氣氛都是比較差的 壓力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內地的疫情 至於大家都會擔心 如果是再爆發的 或者是確診中屬再升的話 可能個別的城市又會有一些封城的措施 在供應鏈方面 或者是那個生產方面 或者是那個生產方面 汽車產業他們生產方面 可能會受影響 另一方面的 都是感受得到內地今年 或者是過去一年其實那個消費信心 或者是那個出來的PMI的數字 其實都是走弱的 好像整個居民消費的數字 或者是增幅都是逐個月回落的 所以我相信在那個消費信心下行的情況之下 或者大家感受到內地的經濟 如果是沒有以往增長這麼高速的話 在那個居民消費信心下滑的情況之下 可能是對汽車的需求是會減弱了 所以整體上我會覺得是對汽車的銷量有影響 反而但是你說投資的主題 我會覺得都可以側重在新來源汽車 因為你看著那個政策層面 都好像繼續都會因為那個經濟環境 或者那個銷量下行 其實也都有一些新的 新人員汽車的補貼的計劃是出台 可能在叫做在汽車板塊 就是這麼多的汽車股減方面 都可能都需要執重在新人員 始終都是在新人員汽車方面 我自己覺得有機會那個銷量 或者是那個下行的壓力 沒有傳統的汽車股那麼大 好啊 就是說當然 當然新人員汽車方面 大家都要關心著接下來的銷量 是不是可以保持得住 因為之前始終蔚來的小泊汽車 可能比較弱一些 大家擔心供應在一步裡面 影響它們的銷售 不過比亞迪是相對強的一隻 也是交到數的 麥克爾如果你這樣說 因為現在市跌成六百多點 它們都說捱沽都始終跟個小 外圍的汽車股可能跟回中概股的表現 這一下其實比亞迪的直博率如何呢 今天最低位落過228.6 現在可以部署還是做一個中線的投資沒有 我會覺得可以 都會保持 我會覺得都是謹慎一點 未必需要這麼急去衝進去 其實短期來說 都是因為供應鏈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之前早前的 說的是上海封城 好像很多生理的汽車 比如說小鵬未來出到來的 銷售數字都不理想 比亞迪就另類一些了 好像獨善其身 銷售不單止是沒有下跌的 還有高雙位數字是高增長 我當年比較 所以不可以看高一線 但是你說短期都會擔心 都是先留意著內地的確診中數真的回落 或者真的大部分城市 可以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 才去考慮 整體上都會擔心 當萬一真的某些城市去爆發 而採取一個動態清零 或者一些很嚴厲的封城措施 不多不少會影響到他們的供應鏈 前居可鑑 你看著小鵬未來 他們出到來的數字 其實都是 那個銷量其實都是大跌的 都會影響 都會擔心繼續 接下來這兩個月都會有所影響 因為他們可能真的可以這麼快 可以恢復正常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說這麼多間 應該就是比亞迪看好一點 但是是不是現階段 我又會覺得可以 始終市況比較差 還有是說內地的封城措施 都不是說令人這麼放心的話 都是先抱著一個觀望的深探 好啊 即是說你覺得不急於入市 現在逐步在摘幅橫行的階段 頂部回落 都可以等多一會 今天跌幅有2.7% 另外說真的 資源股今天都沒有什麼運行 Mike當中特別談談中國女業 始終他又被美國那邊 列入臨時除牌的名單 目前他就說繼續監察著市場的發展 評估了所有戰略的選擇 今天A股跌了4% Acto這邊跌幅8% 跌了底 現在是低位徘徊3.18 見了一年以上的低位 根據ETNET 短期來說 要看資源價格 還是中概股事件 審計的因素比較重要 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個影響 中概股的審計事件 心理影響就一定有了 你看著隔晚突然間多了幾十間公司 列入了所謂的審計名單 有機會去除牌 不多不少在那個投資氣氛 各方面有影響 另一方面的 都是說內地的經濟增長 是走弱 或者是一些救市的措施 都沒有一些相對上比較強力的 救市措施出台 可能這一類的資源股 開始股價已經是落底的話 我會覺得都有點擔心 始終在技術上的走勢 大市還可以站穩在二萬點流上 但是中旅2600的股價已經先行落底 在技術上比較走得弱的話 可能有課的 都要提高風險意識 稍微是著量考慮一下 沽發部分的持倉 或者是一些驗受的止蝕位 好啊 始終現在的形勢不多好 Mica 看到中旅 落底之餘 那個勢仍然都是比較疲弱 一些 在多條軍線之下 而且今次的陰燭都比較大些 一開出來三個三毫半 逐步沽下來三個一毫八 這些水位 現在還在喊低位 謝謝Mica的分析 休息一會 真是來到10點10個字左右 市是低位的 跌幅去到超過700點的了 早段我們就看到跌500點左右 是不是 那麼就彈都不太彈的了 一開始跌穿10篇蝕 接著跌幅進一步擴大 提起立立立 恆子成份股裏面 有18隻藍醜 跌幅是超過5% 現在最差就是創科 今早提過他 創了超過52週低位 接著百威亞太 昨天很好 公佈業績之後 股價抽升 但最新跌了7% 啤酒股也不太好 華人啤酒也跌了7% 再數下去 中國海外也跌幅有7% 大家看到恆子最新是690點的跌幅 最新去到20103點 剛才稍微穿過 201水平稍微穿過 內地股市留意 所以上陣低位到3,003點 說3,000點險手 最新上陣仍然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好了 我們繼續找Mike 聊天 Mike 我們要問一下市 是不是港股呢 我們都解釋了 因為昨晚美股大跌 擔心加息 始終都不太相信鮑威爾所說 仍然擔心6月份 有機會大幅加息0.75厘 怕息魔 究竟的憂慮是否真的這麼大 會不會拖累美股 從而港股都要再跟下去呢 我會覺得投資 你看著隔晚美股的跌幅 當然也要看回 其實前晚是急升了 所以隔晚跌得很誇張 但是對港股方面 那個氣氛始終是 也有少少差的 你看著人民幣會急跌 還有今天A股回到來 都是喊近3,000點這個心理關口 但是後市的展望 我會覺得二晚點 都是一個心理關節 甚至乎你說再做一個月的低位 可能19,600 我會形容為千萬不要失手 如果一失手了的話 可能真的下變了 那個技術的走勢都非常弱 今天那個市況 可能也要看下午買單收市 是不是真的跌了這麼多 始終我自己有個憧憬 你看著今天其實北稅那方面 都是流入著的 都是在買港股的 另一方面 始終大家都會接近一個假期的因素 會不會星期六日 會有一些減息 國安準救市的措施出台 因為昨晚其實國務院 常務委員會會議 都有一些叫做輔助 一些中小微期 或者穩定金融的措施 或者是口號是傳遞給市場聽的 所以都會抱著一個憧憬 就是周末可能會有一些更加深化 或者更加一些具體的救市措施繼續出台 嗯 都是說到尾就炒政策底 是不是 其實我們的政策底兩次了 是不是 就是兩次後來彈完都下來 這樣 我們呢 第一次就是 營光幕中間那裏 18,200 是吧 流鶴底 講了幾樣東西之後 市場彈上去 去到22,500 接著就再落到19,600 我們早前 大家都知道 上個星期 就有政治局會議 又說中概股 又說談得順利 就再彈一彈上去 但是今天 剛剛講 但講技術走勢 都真的差了 今天連十天線都穿了 所有平均線就已經在我們頭頂 那 其實你擔不擔心 那個反彈浪已經是完結了呢 就是你覺得下面就要看著政策底 我看到你的信心都是要再觀望 都不是百分百 有信心一定是19,600 撐得住的意思呢 我會覺得都是看回 真的可能重點都是政策 或者看看官方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措施 其實你會看回 就是之前每一次 之前那兩次反彈 其實很明顯都是一些官方的配合 或者一些很樂觀 或者是一些很重大的理好消息 是出到力 才可以刺激到港股是有低位是急彈的 但是當然好像彈了之後 大家市場又會覺得 相關的一些救市措施可能力度不太大 又或者是說遠水不能夠近火 如果對近期內地經濟的輔助 不是說真的有幫助的話 信心可能都是持續了 兩三日貨就已經是 調轉了 跌回頭了 所以我相信現在在市場的心理上 大家都會覺得是說 在經濟數字 PMI 或者人民幣匯率出道是比較差的 大家都是看著 究竟在那個國家層面 或者是國務院 還有沒有一些 或者是央行方面 有沒有一些 叫做更加大的力度的救市措施 譬如市場一直在衝頸 會不會是減息 又或者是再次降準 所以如果說真的沒有這個措施 我都會同意廣告的走勢 整體上都是比較弱 甚至始終都會受制著美國加息的因素 當美國是不斷去加息 或者那個步伐 甚至乎那個步伐 甚至乎是加快的話 你看著那個資金流向 以及人民幣匯價 是一直貶值的話 其實以往參考一些以往的統計 當人民幣走弱的 其實基本上A股 或者港股短期之內 都是沒有運行的 其實港幣都弱 是不是 現在都是低位附近 其實欠5點子 就碰7.85的了 7.85的 講完就是藥方兌換保證 差非常非常少 剛剛你講到 其實資金流緊要 對 美金強 通常港股都沒有運行的 昨晚去到20億高位 美金匯價 大家都怕資金 就向外流走 人民幣你講了 今天人民幣的匯價 去到超過一年半的低位 人民幣約 港幣約 美金強 這個對港股是不利的 最新仍然跌六百幾點 剛才Amaja你的觀點 就是說 說到最後 政策那裡是有憧憬的 不過就要看看 有沒有實質的東西 花旗其實都是這樣看的 花旗 今天有一份報告 他說看什麼呢 他就會焦點看看 例如是否真的 具體一點 去加快基建投資 放寬樓市 互聯網監管的問題 因為這些中央都提過的 互聯網監管那裡 是不是真的到尾聲呢 花旗都觀望著 這方面的進展是怎樣 當然他說 選股都還可以看的 有實質措施 就看可不可以重振到市場信心 選股可以選什麼呢 他看息口上升的 那些受惠股 譬如金融類 他說選中銀香港 有幫 還有長見 防守性比較強的基建類股份 還有 他說美國可能會調低關稅 他這樣看 利好創科敏懷出口股 不過今天創科脫底 不知道花旗有沒有後悔 有些股份 列出出來就是花旗的選擇 阿米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剛才的股份 金融類基建類出口股 看不看得過呢 我覺得相對上比較看好的可能度 是金融類 因為你會看著美國的加息 那個因素和部份加快 可能對這類的本地銀行股 如果他們那個加息的部份 可以跟隨的話 他們在那個正式差 因為正式差之下 他們那個利息收入就可以增加了 所以我相信有機會可以刺激到 一些本地的金融股 或者尤其是銀行股 那個股價的表現可以是有些氣息 但是我相信 但是重點都是歸根究底 說香港這邊究竟幾時 會跟隨美國加息 好像美國最近加了半厘 但是香港都是因為銀行體系 那個結餘都非常之 叫做說還是水正在浸 很多錢 就算是大巷匯豐那個最佣利率 都叫做不需要跟隨它加 所以好像其實大家都會等著 香港那方面幾時是加息 但是一直都好像加不到 又反過來 對這一類的本地金融股 那個刺激 暫時那個刺激作用變得有限 好啊 如果香港能夠加到息 你覺得就會利好作用大些 簡單來說 一對上一次 美國加了很多次息 我們香港才跟百分之一來 幾年前 這次會怎樣呢 我們當然有機會再說 阿米亞兩分多鐘時間 說說你的心水好過 剛才我們說的是花旗的想法 你選石油類股份 是不是看油價強 都是的 你看到今天那個大市那邊 其實差了 大部分的藍籌都跌了 但是有些那個跌幅 可能是比較輕微的 甚至乎是沒有什麼升跌的 比如說那些油股 其實你看著隔晚 雖然美股大跌 但是油價其實反而是走向上的 都是一些地緣政治的因素 還有是油組那方面 增產是不如預期 刺激到那個油價是抽成的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拼搏 或者是欠一些股份 可以在這個弱視之下 可以獨善其身的 我自己會傾向選一個類 商品股之類 商品股之中傾向選油股 但問題是 油價是否真的能夠站得住 剛才我們的表 都列出了幾個原因 你都幫我們提出的 就是說那個俄烏局勢 就是通常打仗 你都知道 接下來歐盟又說談 是不是會禁止俄羅斯 有進口支撐油價 美國又說建立石油儲備 油組就增產 但最近其實都有個點 就是說 那個中國的疫情 擔心影響的需求 是不是 實際上油價 你為何認為會繼續可以強 那個理由是怎樣 我相信都是政治 政治因素的問題比較多 最主要都是兩大理由 就是俄羅斯和 包括烏克蘭的局勢 好像短期之內 都沒有一個真是可以解決到的方法 甚至乎俄羅斯已經是 開始向個別的歐洲國家 是停供天然氣 好像那個立場都非常強硬 再加上隔晚其實 油組可能他們自己都是 受惠的一方 都不希望看到油價是下跌 對真產的積盛 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兩大因素支撐之下 油價應該都還有一個動力 在高位運行 還有那些油股好像近來都 因為市況沒有升過 所以都是值得留意 3月的時候 紐約旗油最高130元美金 近來就去到110元附近 就有少許阻力了 我們描述一下油價給大家聽 當然都是偏強的 時間就差不多 但我都想簡單追問一下883 油價強當然是 你都選中海油 策略那裏可不可以簡單幫大家講講 什麼位置入 目標價看多少 用不需要定止蝕毀 我覺得現水平其實 都是一個吸引的水平 可以參考 比如說11元或者10元以下 去到分處吸納 如果純粹抱著一個短線 投機的心態 我又會覺得可以 後一後或者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油價上升而突破 它突破到一年的高位 大概11.5元這個水平 如果真是突破到的話 我自己相信後續 即是說沒有黑貨 或者是沒有阻力 後續 那個目標 潛在目標可以放高一成 好 非常快地補充 兩樣資料給大家聽 第一就是北水持股量 你選中海油 我發覺北水都是有買到中海油 今年到現在買多了 去年年底 北水持股量 是12.6% 在三隻油股當中 已經算得多了 最新的數是14.6% 開中海油是相對多 當然 中海油股價 今年到現在 其實都升了不少 累積計883 升了3.6% 跑贏其他兩桶油 比較落後那隻 就是中石化 升了6.8% 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